安省由周二六号开始,回复需预约才可到检测中心进行样本检测,且必须要有病争才会获得检测服务。 另外,由个别检测中心的预约服务,未来三至四天已经满额。 省府改变检测政策,意味大部分认为自己可能感染新冠肺炎的人士要等待数天才会获得结果。 安省省长福特早前表示,等待检测的时间可能会更长,但可将拥挤情况改善。 另外,省府也改变指引,只有出现病争或高危的人士才可以到检测中心进行样本检测。 根据部分检测中心的讯息显示,未来三至四天已经没有任何时段可作预约。 此外,安省与学校有关的感染个案持续上升,过去24小时内,再多41名学生及10名教职员染疫。 而路德有感染个案的学校则上升至347件。 根据安省政府的资料,截至周二早上,共有333名学生及102名教职员染疫。 连同176名属于其他独立人士后,与学校有关的感染个案已上升至611种。 路德有感染个案的学校上升至347件,有两间学校需要关闭。 幼稚园的染疫个案也持续上升,过去24小时再多12名学童及5名职员染疫。 令幼稚园学童的染疫人数上升至110人,职员增至77人。 路德有感染个案的幼稚园也上升至88件,有20件幼稚园需要关闭。 同时,加国政府表示,由9月26号至30号的5天内,总共有13班航班发现有乘客染疫。 其中8班为国内航班,5班为国际航班。8班国内航班中,9月26号有两班,包括由多伦多飞往爱德蒙顿的加航AC169班机。 第30至33行的乘客有可能已暴露于新冠病毒环境中,另一班是由多伦多飞往温哥华的加航AC115班机。 政府没有公布高风险的座位资料。 9月27号也有两班国内航班路德有乘客染疫。 两班航班均由多伦多飞往温哥华,分别是YSJ航空WS725班机,第4至10航乘客需注意。 另一班是加航AC115班机,座位于第三航至四航,即12至15航的乘客需留意。 9月29号两班国内航班为多伦多飞往往出越的加航JS航空JZA8910班机,第18至24航乘客需留意。 另一班是卡尔加里飞抵多伦多的加航AC158班机。 第27至33航乘客也有可能曾接触病毒。 9月30号也有两班加航有乘客染疫,分别为多伦多飞往温哥华的AC115班机,第23至29航乘客需留意。 另一班是由多伦多飞往哈利法克斯的AC604,第13至17航乘客需留意。 3月20、第18号研究xt. 0月30号 подоб用用。 感谢观看